这个是我很陌生的一个领域啊 从晚上呢就吵得比较热 小伙子呢 有英文名字也没有中文名字 我也不会读 大概是一个电竞游戏的赛事解说员 好像挺有名的 他在微博里啊 自己好像就发了一条消息 说遭遇到霸凌 要轻生 引起网友的注意 5月29日晚上酒派新闻 从这个小伙子的同事处获悉 警方那里也确认消息了 说他自杀了 自杀在哪里呢 这是不是尔海啊 在这里 说是这个 尔海派出所一个工作人员称 此事还在调查 已联系到了其家属 好像是 说是挺有名的这个人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报道 这是一条定时微博 这么多年 我是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 我也无法与自己和解 我也知道 我对不起很多人 缘起缘灭皆因我 结束吧 称自己童年时遭到霸凌 疑似轻生 你的网友关注 所有人都是在他发了微博之后才知道 新闻证信息 还有外贸这些都是符合的 据说震动很大 这样的一个事件